大家好,我是表嫂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长得扁扁的这种鱼 那这种鱼呢,其实在我们沿海地带还是非常残见的 我今天带来首先是因为它够大 我买了四条,一条就是两斤的重量 因为确实很大,市场上很少会见到这么大的 我这个买的时候它是鲜活的 它是给我75块钱 它只剩四条,跟别人一起强的 这个因为很好吃,所以买的了很多 然后它长得真的很有特色 它是属于比目鱼科的一种 看一下,它眼睛是长在这里的 这个是龙蛇,学名龙利鱼 它也叫踏板鱼 这个形容的都非常贴切 确实是这样子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看过最早有记录比目鱼的是一个词典叫额雅 它里面形容比目鱼是说 东方有比目鱼烟,不比不行 讲的就是说这个比目鱼它是有斜式的 因为它眼睛都长在这一边 需要两条,这样肚皮贴肚皮 这样取长补短,翻能游动 作为我们沿海论 没有一条鱼是可以逃得出我们的锅的 那我们吃鱼是讲究的是一鲜二肥三单食 这个季节的龙蛇鱼真的很肥 它这个鱼不腥,而且肉多刺勺 肉姿是很细腻的 是一种很好的经济鱼 我婆婆她非常擅长煎鱼 我就让我婆婆教我几种烹饪这个龙蛇鱼的方法比较家常的 让我婆婆教我一下拿去处理一下 网上能有点少,婆婆说不要浪费 两条等一下那个送小菇子和小梳子还有一条动起来 我本来是想要煎的 她说煎的话中午有煎的一条鱼还没吃完 她说这么大条直接一盘清蒸 我觉得也不错 清蒸我最喜欢的 肚子你以为它白白的没有鱼 但是它也有少量的鱼 看一下 所以肚子上也要刮一下 让它弄一下肚子 肚子就只有这么小 然后这里面全部都是漏 我给它改刀一下 反过来给它改一下 放一些姜片 把鱼放进来 整一下 8分钟 现在这个已经时间到 看一下 把这个汁给它倒掉 其他调料我就不加了 直接淋吃油就行了 今天晚上就这样子 这个龙蛇鱼配稀饭 试一下 哇这个真的很嫩 这个龙蛇真的清蒸 还有油煎 这两种方式就是最家产 最好吃的 然后配个西斑 真的很nice 它这边有点裙边的地方 就是很软很软 感觉就是很软的鱼嫩感 往这个中间就是鱼肉 看一下 嫩白的 这样清蒸很简单 也很下饭 这么大的龙蛇鱼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就是比较小 龙蛇的肉是比较嫩的 它跟多宝鱼的肉是有点接近的 这种原汁原味的做法 很好吃 然后如果说就是有亲朋好友 来家里吃饭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煮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